通過竹子座的音量擴大器 手機音量不僅變大了 還改變成為獨特的音質 這是民眾黃建達的作品 退休後回到竹山 在田家樂社區定居 並開始投入自己的興趣 近來就設計出一件件 獨具巧思的實用竹藝品 我之前都一直在台北 去年的11月份才搬回來 一向我對這種水墨的畫作 都很喜歡 然後因緣激略回到故鄉竹山 發覺我們竹子的素材來作畫 其實本身除了作畫以外 還能夠欣賞到竹子的特殊的竹紋 所以就找這個竹子來作畫 然後因為我現在在田子裡這邊 很多廢棄在竹林裡面的廢竹材 那我把它撿回來 重新經過處理打磨 然後就把它當成是畫畫的一個素材 竹子的手機音量擴大器 也是美觀的手機架 除此之外 黃劍達也製作了竹葉燈 結合竹編與竹管 光線的傳透是更具變化 令人相當驚豔 手機這個擴音箱放映器 這個是來自於在網路上 像那個寶特瓶 就是說收放映的一個作用 那臨時想到說 那竹子這個本身 除了可以欣賞竹子以外 又能夠作畫 然後又能夠當作實用品 這個手機架 本身也可以欣賞音樂 所以我就當初的想法是這樣子 像我的話 目前的話 也有研發這一項的這個小夜燈 就是竹管 也是經過處理打磨 以後的透光性 然後又加上一個元素 就是竹編 兩個把它先相結合起來 議員蔡宇柱 肯定民眾發揮創意 讓竹山的竹產業能夠深深不息 也期盼大家一起 為在地竹工藝盡心盡力 竹山在地的黃先生 他把我們在地的竹產業 他把它加工了以後 他用竹子 把它做成手機的擴音器 在他的竹製品上面 也用水墨來彩繪 讓竹製品變得非常的美觀 而且又實用 他也把很多的燈飾 也都來加以來裝飾 他也特別都用竹山在地的竹子 來把它加工 讓這些燈飾也都美輪美奮 善用在地的素材 花一點心思改造 不經意的就能點石成金 議長和盛峰 贊許在地居民對竹工藝的熱忱 鼓勵民眾共同投入家鄉產業 共創竹山竹工藝的新業 迷水雄心儀竹山採訪報導 火星期間 在地居民對竹工藝的新業 最高的新業 最高的新業 有的在地居民對竹工藝的新業